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现代社会 更广泛地称呼则是小姐与性工作者 生活在古代的妓女被分为多种类型 侍奉宫廷天子的教访昌幽 有男有女 贵族私人豢养的佳妓 为军营兵将提供幸福物的营妓 伺候文人们的官妓 以及最为人熟知的青楼妓女 谈论妓女往往绕不开青楼 青楼的发展史承载着无数女性的青春与悲欢离合 亦是古代士大夫的性史与爱史 即便青楼早已不复存在 与青楼有关的故事依然在影视剧中上演 两年前的热播剧《孟华录》 改编自原曲《赵叛尔 封月就封尘》 讲述了侠妓赵叛尔通过巧舍圈套 救出风月姊妹宋尹章的故事 她与宋尹章孙三娘共同斗渣男搞事业的过程 展现出了她们的智慧与可贵的女性情谊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 主角虽非妓女 李白宇一众文人在青楼手拥歌迹 唱歌斗诗的场景 却是盛唐文化版图不可或缺的一角 更早之前的香港电影《烟之寇》 讲述风筝女子如花 与富家子弟十二少的爱情悲剧 至今依然令看过的观众感到畅妄 青楼究竟是怎样的场所 在古代充当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妓女和世子之间是否存在真情 侠妓也由选艳争歌 何以成为世大夫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年六月 是否与青楼有关的学术论著 《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再版 距离此书出版31年后 我们得与重读作者 陶慕宁先生写下的经典之作 带着以上种种好奇 《十点人物志》联系上了陶慕宁先生 他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常年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从80年代中期开始 关注青楼文化 对青楼文学和妓女与世人间的情感关系 有深刻见解 唐慕宁先生认为 青楼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一种文化 与西方妓院和现代红灯区皆不相同 既反映彼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并体现了传统门第婚姻制度的男女不平等 以下内容根据他的讲述和书稿整理 青楼是高等妓院的代称 青楼妓女们通常需要相当的资质禀赋和艺术修养 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师大夫阶层 世纪之间的唱愁谈宴 情感交流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男女文化 不同于西方妓院主要解决性欲问题 青楼里性交易不是主要内容 而是师大夫们摆脱家庭 伦理负担 获得心理上的松弛与平衡的绝佳场所 八十年代后期 我开始对青楼话题产生兴趣 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我们这代人没有受过性教育 对性的了解几乎是零 十六七岁时还对男女知识完全不懂 我过去读的是男校 很多男同学直到长出了落腮胡子 都对性一窍不通 因此和两性有关的话题 引起了我的兴趣 另一方面 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原曲 发现从古至今保留下的 一百多部原杂剧中 涉及妓女的约十多部 很多剧以妓女为主角 形象都很正面 比如观汉清写的 赵叛尔封月就封尘 赵叛尔不是妓女的保护神 更不是超凡脱俗的救世主 她自己也始终处于深沉的迷惘中 她形险救人 不单单是姊妹同行间的义气 也欲有朴素的阶级感情 我很好奇 妓女的地位为何在元代被抬得这么高 我想追溯妓女的起源 于是找遍了过去的古籍和相关文献 从先秦 唐颂 再到明清 阅读了好几年材料 在这过程中对青楼文化的兴趣建农 作为一种文化 青楼起源于唐代 在六朝以前 青楼时指金章门帝 也就是指权贵世家 到了唐朝才开始比较广泛的 用于指代妓女的住所 唐代前也有娼妓 多是贵族豪门中的私人所有 到了武则天当政后 科举制盛行 以及市场经济发展 带来了一种别样的交易方式 妓女也成了交易的商品 被卖入青楼的女孩 大多数是贫困家庭 也有些是因为官员犯罪 其家属被罚为娼妓 这些女孩们进入青楼后 有专人教导琴棋书画 以及舞蹈乐器 根据每个女孩的资质不同 而因财失教 青楼里曾涌现出非常多的才女 正如一位清代大学问家所言 男女在资质禀赋上没有差别 只是受教育的机会不等 在自小接受艺术熏陶的氛围下 这些女孩们非常有才能 逐渐地到了十几岁 女孩们就要开始接课 古人普遍受命只有四十岁 二十几岁 三十岁的妓女 已经算是美人迟暮 迟暮后 妓女们的结局有两种 一种是防老 成为青楼的老宝 掌控了这家青楼 另一种是为人做妾 在客人中 寻觅一位值得信任的人嫁过去 迂回转了一圈后 又回到了家庭 像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写的琵琶女 昔日光华荣耀 最终却是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力轻别离的结局 需要警惕的是 目前能保留下来的青楼作品 大多数出自于男性读书人之手 记载的多是名记故事 其中难免存在异美的现象 而真正揭露妓女 非人境遇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于下等妓女的真实处境 在历朝历代都较少记录 青楼文化自唐代开始 大致有三层原因 首先是当时社会对于橘子的尊崇 武则天当众后 科举志打通了寒门读书人的上升路径 锦锚提名的进士 成了万人仰慕的社会精英 这样的社会氛围 使一大批涉事未深的青年世人 忘乎所以 纵久侠迹 成为了他们竞相夸上的生活方式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 这些举子们 平时读书非常刻苦 需要将本能以及精神需求 压抑到最低限度 科举结束后 一旦捷报飞来 狂喜之下 精神上绷紧的闲 戛然中断 各种渴望 视觉 听觉 口腹 性欲 必然分之塌来 而他们初登换门 没有那么多银钱 换养思迹 更重要的是 建议思迁是男人的本性 迎合这种本性 最适宜的场所 莫过于青楼 其次 唐代士大夫婚姻看中门第 制造了无数貌合神离 同床异梦的夫妻 而青楼女子 既有美貌 又既有才艺修养 她们的穿衣打扮 舞姿歌态 一拼一笑 以及言行谈吐 专门迎合了这些社会精英的喜好 世人们往往一见就喜欢 于是 侠记也由 选宴 争歌 成了世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宫高洁 世路横通 要向妓女们炫耀 幻徒严谨 服御不输 也要到青楼排遣 从妓女的立场考虑 她们也愿意 接纳世人举子 唐代科举 看中世人的外观 这类顾客通常风流倜傥 有学问又有才华 二则 因为举子的身份 一旦科举高中 为亲为相 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则 青楼女子的生名地位 非常依赖民事举子的品题 唐直眼里 提过一位名为崔牙的狂士 诗写得非常好 只要她为某家青楼提诗 立刻能够满街传送 如果夸这家青楼很好 青楼的生意 很快门庭弱势 倘若她写某位妓女的缺点 可以令一家青楼 无法生存下去 妓女和世人之间的关系 并非单方依附 世人同样需要妓女 为自己扬名 如果名记能传唱 某位世人的诗作 可以让这首诗 与世人迅速成名 世人与妓女 形成了一种 彼此一意的互补关系 有人问 青楼妓女和世人之间 有真情吗 也会有 青楼妓女们 具备了一定的艺术造诣 具有艺术气质的人 本就一与具有文学气质的人 相互沟通 产生共鸣 双方都不承担 道德 伦理 家族的责任 没有门第 宗法 贞洁观念的束缚 关系较之封建家庭中 丈夫与妻子 适妾的契约 更加纯洁 真挚 具有理想色彩 但在整个社会 观念还被男性主宰的 历史阶段 说是谈 女性的恋爱自由本身 是滑稽的 妓女甚至不是良民 她们之间的爱情 并不平等 世人对妓女的爱 一般发生于审美的动机 妓女对世人的感情 却很难排除功利目的 赚取缠头 尚不是主要 许多名记在这方面 一无所求 最感兴趣的是 戒之托吉 寄托终身 这就使得 两者之间情感的天平 一开始就出现了倾斜 发生在青楼里的 两性之爱 从原则上来说 双方都不必承担责任 但鉴于整个社会 对女性的压抑 真正不负责任的 却只有男性 因此 青楼中的爱情 即使表现热烈 其基础也必是脆弱 经不起外力摇撼的 娼妓的职业排斥爱情 恋爱却又是生命价值 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志 《唐传奇》里 有篇霍小玉传 霍小玉本是王爷之女 却是丫鬟所生 没有留在王府 而是流落于外 进入了青楼 她爱上了男主人公李毅 对其不妖财祸 但目风流 两人海誓山盟定情后 李毅中了近视 处于个人意愿 与家族利益的矛盾中 另取泛扬卢侍女 而霍小玉等待多年后 在绝望中离世 霍小玉企图逾越青楼的 社会门槛 和命运做一场赌博 结果彻底失败了 但如果将她的悲剧结局 仅仅归因于失恋被遗弃 是简单化 也是违背作者初衷的 霍小玉之死 更深层的原因是 森严的门法等级婚姻制度 这种婚姻主要是 家族间财产和权势的结合 考虑当事人情感的成分 则微乎其微 唐代笔记多有数级 士大夫婚姻勤色不邪者 如方玄玲 人归 白居易等等 夫妻关系都不和睦 中国婚姻制度 持续了几千年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 婚姻都并非处于 男女之间的爱情 什么是婚姻 李济有段解释 婚姻者 所以和二性之好 上已是宗庙 下已即后世 结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结合 夫妻二人养育子嗣 让宗庙有人祭祀 后世子孙绵绵不绝 直到民国时期 鲁迅在日本求学时 还被父母安排定亲 娶了小脚女人朱安 两人在结婚前没有见过面 他甚至在结婚三天后 又回日本了 两人之间是否发生过性关系 至今还有争论 传统婚姻中的妻子 从小受女戒女德的教育 认为自己应当树立母仪 很难享受性的乐趣 我最近重读美国作家 雷伊唐纳希尔的作品 《人类性爱实话》 作者认为 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 温婉而柔慎的妻子 被认为性不足 书里写道 即使她没有对性交产生肉体的厌恶 要想享受性行为的乐趣 也需要非常高妙的技巧 而丈夫也有他们的问题 在知道妻子温和地隐瞒 其对性的厌恶的心理下 要想和家中的天使作爱 很难令人有满意的演出 这段话提到了一些婚姻的本质问题 无论东西方 门第婚姻制度 以及传统社会氛围 对女性的规训 很难让夫妻达到婚姻与性爱的和谐 古代士大夫们出入青楼 可以冠冕堂皇地回到家里 妻子甚至无法责怪丈夫 因为这些场所 就是为了他们而设置 从男性的角度来讲 逛青楼是为了消解压力 有时候情感深了 想要娶某位青楼妓女时 又会遇到各种阻力 当代时 如果一位妓女想嫁给文人 几乎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即使是做妾都很难 到了明末清初 大量名妓嫁给了士大夫 比如江左三大家的前两位 前千亿 宫顶姿 一位娶了柳如氏 一位娶了顾梅生 这些都是秦淮河畔的铭记 虽然是妾 但被当作夫人来看待 对于妓女而言 即使脱离了青楼 未必有好的结局 一旦当他们进入婚姻 就需要开始遵守家庭伦理 柳如氏在丈夫死后不久 因为受到前世家族的排斥 及遗产纠纷 自意身亡 董小婉嫁给茂香的九年里 过得并不幸福 另一位名妓 辩玉精 曾与江左三大家之一的 吴伟业交好 但不了了之 后来出家当了道士 妓女的可悲之处在于 他们虽然避免了 沦为某一个男人 延续宗祀 这样一种 旧社会妇女共同的命运 却不能改变自身 作为整个男性社会 玩物的本质 其遭忌 叫着良家妇女 往往更凄凉落寞 实际上 作为一种文化 青楼从清朝中叶 就已经消失了 有种声音认为 青楼文化 是对妓女的剥削 我认为 剥削肯定是存在的 如果妓女立身月季 需要无偿的服务于 宫廷官府 还要忍受妓院经营者的盘剥 不过 妓女一旦成名 妓院也要靠她的影响力 维持运转 因此 不能简单化地 将青楼解释为 对特殊第二性的剥削 性工作者并非都是女性 有关男风的记载也很多 于桃段秀的典故 几乎人所共知 男风与男性同性恋 容易混为一谈 实则截然不同 记录男记的文字 较之女记 往往表述更为隐晦 清代雍正以前 男色基本没有形成市场规模 只能处于地下状态 清代由于雍正禁止关记 逐渐形成狭幽风气 那个时代 女性不被允许演戏 甚至不被允许到茶园看戏 幽灵成为主要的男色 与市井下等妓院分庭抗礼 雍正以后 仓纪业全属非法经营 对立于朝廷和地方政府 决定了他各自为政 和迁徙无定的营业特点 虽然地方守土之力的 禁仓行动往往流于形势 但对于技家 毕竟是一种威胁 迫使青楼营业者 更为己攻尽力 谋求在相对稳定中 榨取更多的利润 二十年前的天上人间等高级会所 和青楼有一定的相似性 比如非常奢侈的消费 性工作者会愿迎合权贵们 而培养技艺 但如今的高级会所 更多是前色交易 缺乏文化与情感 普通卖银场所和古代青楼 性质完全不同 所谓红灯区里 出入人群往往是经商报复者 小老板 黑社会分子 和来自外地的社会下层打工者 妓女与客人之间 大多只是一次性交易 中国人民大学 有位潘随明教授 在十多年前带领他的研究团队 发表过一些三四线城市 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实录 非常真实 内容涵盖性工作者的家庭出身 教育背景 居住情况 交易细节 乃至与组织者分成的比例 颇有社会学价值 可惜现在这些材料 不易见到了 青楼文化虽然断了 但不管是什么时代 何种形式 人对于感情和性的需求 一脉相承 这使得性工作者 不会完全消失 只是部分转入了地下 数量变少了 孟子里提到 石色性也 礼记里 亦有提到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用现在的话来说 性是一种刚需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城市商品经济出现 性工作者便会应运而生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于性工作者群体 如何疏导很重要 一味地打压 不仅不会让其彻底消亡 反而会导致黑社会 性病的蔓延 研究青楼文学的过程中 最打动我的 是妓女们的才华和气节 然而在时代的禁锢下 这些女性 却无法逃脱悲剧的一生 如今距离青楼文学 与中国文化出版 一整整三十年 我也从一个壮年教员 便做了 并发颇然 年纪茂迭的退休老教授 不禁感叹 时光流逝 真如白居过细 最后 以一首小诗结尾 大狄可反映 当时撰写此书的初衷 平生单绿矣 半道入青楼 不逐狭斜去 偏连纸上筹 凄凉苏小木 长段晚分喉 醉是情怀柳 思思喜旧游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把它转发到朋友圈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